《乳癌》是香港女性的头号癌症威胁 对于这个癌症,我们深信及早发现治疗关键 意思就是透过及早诊断乳癌,令到乳癌的治疗更加简单 整体疗效更加理想,传育的希望也会更加高 女士应尽早开始定期进行乳房健康检查 40岁以上的女士更加应该每两年做一次X方做影检查 才可以达到早诊组治的效果 如果不幸确诊患上乳癌,患者应该先对乳癌加深认识 同时要积极面对 香港乳癌基金会是在2005年成立 它是香港首间专注乳房健康教育、患者支援 研究及倡议的非牟利慈善组织 智力减低乳癌在本地的威胁 第一,乳癌基金会旗下的乳建中心 目标是提供公众对乳癌的认识 和推广乳房健康检查的重要性 也会为市民提供X光造影 超声波素描等的乳建检查服务 第二,乳癌支援中心 是智力提供全方位和专业的患者支援服务 支援乳癌患者踏上康复之路 第三,至于乳癌研究中心 就是专责分析和研究本地乳癌个案的资料 相以改善本港乳房健康及乳癌防控和医护的方案 荷尔蒙治疗是乳癌的常见治疗方法 根据香港乳癌资料库的数据显示 接近七成的乳癌病患者都曾经接受荷尔蒙治疗 今次基金会特别制作有关荷尔蒙治疗的影片 希望可以为各位带来有用的资讯 乳房和内分泌有密切的关系 无论乳房的发育或者乳癌的形成 都与女性荷尔蒙息息相关 人体中的刺激素Oestrogen 以及黄体素Progesteron等女性荷尔蒙 是乳癌细胞的生长数 因此,抑制女性荷尔蒙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 是医治乳癌的重要方法之一 若果乳癌细胞上有荷尔蒙受体 荷尔蒙治疗就可以发挥作用 透过抑制荷尔蒙的生产 或者倒截荷尔蒙输送到乳癌细胞 从而就可以发挥抑制乳癌细胞生长的效果 荷尔蒙治疗的主要原理 是阻止痴激素和肿瘤细胞的痴激素受体结合 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在的荷尔蒙治疗药物机制主要分为四大层面 以控制肿瘤生长 这些包括 1. 干扰癌细胞上的痴激素受体 例如癌症病人比较熟悉的三本氧胺 Tamoxifen 2. 阻碍红激素转化为痴激素 令痴激素水平下降 適用于已经收尽的妇女 例如分香蚌转化酶益抑压剂 这些包括Anastosol Letrosol 以及Eximastin 3. 抑制卵巢制造痴激素 例如黄体激素 3. 抑制卵巢制造痴激素受体 包括Gocelurin Gocelurin Histrelin 和Luprolin 4. 干扰癌细胞上痴激素受体 并加快分解痴激素受体 例如针激药物 乳癌患者接受荷尔蒙治疗的先决条件 是经测试证实 肿瘤细胞对痴激素受体 E-Sulgin Receptor 简称ER 或者黄体素受体 Position Receptor 简称PR 呈阳性反应 根据香港乳癌资料库第九号报告的数据显示 受访的入侵性乳癌患者当中 若有80%属激素受体 或黄体素受体阳性 其中大概有70%的患者 曾经接受荷尔蒙治疗 若果乳癌细胞同时含有 激素和黄体素受体 即ER阳性和PR阳性 对内分泌治疗的反应率高达八成 但乳癌细胞 ER为阴性 和PR都为阴性的人士 对内分泌治疗的反应率 仅有一成 根据香港乳癌资料库的数据显示 接近1万名曾经接受荷尔蒙治疗的 受访乳癌患者当中 96.8%属于手术后的辅助性治疗 0.5%属于手术前的前置治疗 另外有2.8%属于舒缓性的治疗 由此可见 荷尔蒙药物对于不同阶段及其数的乳癌个案 都有它们重要的治疗地位 抗痴激素药物针对性感干扰乳癌细胞上的痴激素受体 减低痴激素对癌细胞的刺激 从而有效减慢肿瘤的生长 最常用的抗痴激素药物是三本养胺 无论是收经前后的女性 三本养胺同样有效 收经后的女性 痴激素主要源自于红激素的转化 腎上线制造红激素 而分腔环转化煤 就会将它们变为痴激素 使用分腔环转化煤抑制剂 就可以阻碍红激素转化为痴激素 令痴激素的水平降低 继而减低对癌细胞上痴激素受体的刺激 令癌细胞停止生长 分腔环转化煤抑制剂 包括Anatrosol、Latrosol 以及Examustine 适用于已收经的女性 针对卵巢疗法的作用 是抑制卵巢製造痴激素 粗黄体激素释放素 包括Gosarelin、Bussarelin 和Lucoperin 就能有效达到这一个目的 以皮下注射的方式使用这一类药物 令脑下垂体的细胞 几乎不会指令卵巢生产黄体素 卵巢在缺乏黄体素的刺激下 不会再分泌痴激素 那就可以抑制癌细胞生长 针剂药物Valvestrant 能够与痴激素受体结合 达到阻碍痴激素负于癌细胞的作用 同时又可以减少癌细胞中痴激素受体的数目 从而发挥双重的功效 近年有研究显示 停经的女性乳癌患者 在服用了三本药案五年之后 加入分香环转化煤抑制剂 有助患者减低复发 以及在另一边预防出现乳癌的风险 并且有助改善传活率 换言之 乳癌荷尔蒙治疗疗程 可以达到七年半或者以上 亦有研究显示 Valvestrant可以有效控制更年期后 痴激素受体呈阳性的局部扩散 或转移性乳癌病人的病情 患者更可以使用第一线荷尔蒙治疗药物失效之后 考虑转容以控制病情 乳癌荷尔蒙治疗的整体安全性 已经得到保障 虽然各类荷尔蒙治疗药物 都可能引起不同的副作用 但是在医生的监察和跟进下 这些副作用都不是难处理的 常见的荷尔蒙治疗副作用包括 引起潮热和阴度干确 情况类似更年期症状 性欲下降 增加血管散失、肺散失和中风的风险 引起关节痛或者硬化 副作用的严重性因人而异 当疗情严不 症状也会随之消失 我们建议病友 如果在疗情期间出现任何不适 或者副作用问题 都应同主诊医生商讨 根据香港乳癌资料库 第九号报告的数据显示 曾经接受过荷尔蒙治疗的受访 乙癌病友当中 超过四分三并没有或者 只是感到轻微身体的不适 当中较常见的身体不适症状 医次分别为潮热、骨痛、疲劳、 月经失调和情绪不稳等 接受荷尔蒙治疗期间 患者需定期接受苦科检查 如果期间发觉 陰道有不稳定出血、 胸痛、潮热、 四肢肿肿胀、 或者武力等症状 也应该立即咨询医生 另一方面 如果病人本身属骨质疏松高风险 或者尚未停经 以至有生育计划等 都应该在荷尔蒙治疗开始之前 将长情告诉主诊医生 香港义癌基金会 义癌支援中心 为病友提供全方位支援 协助患者克服抗病过程中的困难 减低义癌对患者所带来的身心影响 服务包括 辅导和情绪支援小组 义癌资讯 淋巴水肿护理 药物及假发资助 在治疗期间 病人应该保持健康的饮食 和作息习惯 定期做运动 戒绝烟酒 同时学习放松 也可以参加病友支援小组 和同路人互相勉励